前雙方的分數 來看一下右手換盾 左手換劍 嚴型書總教練執掌名符的三場比賽 得分確實提升了 解決了過去火力不張的問題 但是失分確實也是三場比賽 平均失超過100分 所以這個問題對於領航員來說 在接下來的賽季必須要來解決 對 光換盾跟劍好像沒有辦法去 挽回這個局勢啊 可能要一張融合卡 對 或者是拿火箭桶出來 哈哈哈哈 因為在這場比賽其實也是一樣啊 前三節打完被得到了84分 對到就算是像是富邦或者是 拿網隊 他都可以表出在攻守兩端好的表現去幫助到球隊 剛剛鏡頭有拍到領航員的總經理陳信安 那對於他來說 或者領航員的球迷來講 今年球技就是一個比較失望的球技 對 今年這個可能還沒有起飛啊 各位乘客要再稍等一下